除了新增工作表之後 像剛剛新增之後 目前123班裡面是空的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可以新增一個工作表之後 順便把資料把它怎麼樣呢 把篩選過一班的 比如說像這樣篩選一班的資料 幫我怎麼樣 可以幫我把它call到一班這個地方來 OK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當然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我把它先刪掉了 主要就是要利用之前教過的篩選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基本上可以利用 上面這邊有一個篩選 篩選的部分 在第三頁的地方 主要是利用這三行 所以如果這三行你可以放對位置的話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做出 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OK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 要怎麼樣根據一班 所以其實這邊請你把這三行 我先把這三行乾脆把它放大一下 OK 然後把它抵設 因為這三行實在太重要了 第一個的話 首先當然我要篩選 所以呢 什麼時候篩選 就是當它怎麼樣 當它已經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知道 有個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在P次新增的時候 這個地方 新增 這個地方設個中段點 好了 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執行新增的過程當中 它會在這個中段點的地方停下來 那接下來 你中段點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F8 F8這個快速鍵 那你會發現 這一行應該是新增工作表 那這一行的話呢 就是什麼 就是 重新命名 叫一班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再來的話 應該就是說 我應該把程式放在這個的下方 就是篩選 把資料抠過來 所以喔 特別注意 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也就是說 在命名完之後 做什麼呢 做剛剛這兩行的動作 什麼 篩選加上複製 好 那把這兩行Copy 記得喔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 我是建議你縮排一下 把它跟上面這兩行對齊 那首先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喔 這個是跨工作表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指的是哪一個 這個應該指的是第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記得喔 如果我要根據前面這個工作表 所以你就是在什麼 在這個 這一行上前面加那個去詞 然後呢 跟他講說 你幫我根據第一個工作表 裡面的A1到E1 幫我篩選一下 那篩選的條件是什麼呢 條件跟 就是一般 那一般不是H2 所以這根可能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跟上面這根一樣 那理論上應該也是拿這個 重新命名的這個名稱 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H2的這地方 OK 所以基本上 我貼過來的時候 換了 增加了一個 去詞1 點 range 跟名稱的話 是一般 OK 那我條件就是根據一般 幫我把一般的資料 先篩選出來吧 那因為剛剛的這個程式已經跑到NAS 所以我把它倒車一下 拉到這一行的地方 再按F8 OK 執行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的結果 會不會是一般 對一般 我們偷偷切過來看 沒問題再切回來 因為我們只是確定說 是有幫我切到一般的 那再來的話呢 幫我把它call過來 那怎麼call過來 首先的話 要記得就是說呢 哪一個範圍 那特別是要call的一定還是去詞1 所以請你在這個range的前面 一樣再加上去詞1 然後呢 它的範圍 我是希望說能夠包含A1到E1 為什麼 因為可以把藍位名稱順便帶過來 所以我把這個範圍改一下 本來是B2到E12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A1 包含藍位名稱 A1 所以改成跟上面一樣的範圍 這樣的話呢 它才會把那個 第一列上面的藍位名稱 順便也幫我帶過來 OK 那幫我貼到哪裡呢 幫我貼到這個儲存格 那你會發現它貼 這邊是G5 不對 把它改一下 改成A1就可以了 OK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這邊多增加一個這個 然後呢 把後面的range 改成A1 好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call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能夠把那個範圍的資料call過來 欸 有call過來了 好 那換下一個 下一個一樣 新增工作表 然後把它改成2班 然後一樣就篩選2班的資料 所以這一行應該直接就篩選 因為這邊是2班 篩選2班 那當然你現在看不到 不過你可以偷偷的切過去看一下 是不是2班 對沒錯 2班要切回來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把資料call過來 2班的資料call過來 欸 call過來了 OK next 然後再一樣 3班 那這個我就直接就執行了 3班call過來 也沒錯 那最後的話呢 再把它切回去 不過切回去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欸 它目前還在篩選狀態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在這個下一行 其實直接就call 雲端上面的 這一行就可以了 把它恢復 所以恢復的話 就是這一行 所以基本上 1 2 3 3行 把它加到P次新增 這裡面就OK了 也不知道P次新增 那應該我應該是另外在寫 比較OK 剛剛好像我是加了這兩行跟這一行 OK 那就完成 所以啊 我是建議啊 你乾脆拿這個P次新增來改 會比較OK 所以這個我乾脆拿把它複製 把這邊 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邊來 其實就一模一樣 OK 那就是在另外給一個名稱 叫做分割工作表底線篩選 OK 那我把這個恢復好了 這兩行 我剛剛本來 這兩行 跟這一個 換到那邊去 OK 那這樣的話 理論上OK了 然後最後的話 就是把篩選取消掉 那我們再把它run一下 資料把它恢復一下 1 2 3 班 所以一樣 我是先把舊的1 2 3 班先刪除 所以刪除增加一個 然後我分割在這一個 那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我建議再按F8 先這個新增工作表 然後幫我把名稱換成一班 然後幫我把這個資料篩選 篩選完call過來一班 然後換下一個二班 然後再換三班 然後最後切回去之後的話 把篩選的部分 恢復 那恢復的話 其實就是 這個範圍 加上Auto Filter 後面不要帶任何參數 就是恢復篩選狀態 OK 好 那最後結束 這樣子就完成了 所以剛剛的這個部分 我又把最後我寫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改完之後的話 應該是在第幾頁的 第六頁 那主要是改哪 其實這行可以不用 因為這個其實已經 所以這個多餘的 主要是這幾行 把這個加一下 這個把它放大一下 這個也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主要是 改了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也許把它換成紅色 這個也許把它換成紅色 紅色好像不太 主要是增加這個 出體字好了 這個這邊也許加出體字好了 這把它放大 然後 這個也有改 所以這個也把它放 這個也有改 其他的話 基本上就是照圓來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就沒有 所以原則上 大概改這些地方 好 好